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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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样情意满满的氛围中 帝君无意压低的声音似乎一个火把 将凤九心中原本灵星点点的火星子瞬间点燃 凤九道 我不想一个人睡 东华帝君看着凤九突然笑了 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凤九道 谁说让你一个人睡 凤九不解 疑惑道 可是 你不是让仲林去整理我的屋子吗 东华帝君又是一笑 不作声 再一次吻上了凤九 而凤九被这样的帝君吻得到底 是忘了要追问答案 此时正是阳春三月 太成功正好春意满满 少女更是春山游诗 尊神到底是在双眼通红的时候 止住了这场决堤 他抱着他 道 九儿 我定要将你娶回太成功 他在他怀里听着他狂跳不止的心跳 他没有说话 只是小口小口地喘着气 他明白 他是想保护他的 虽然在凡间历劫时 他与他之间已经有了肌肤之亲 可是用他的话历劫与现在岂可会为一谈 是啊 那时 他知道是他 他却不知他就是他 虽然后来知道了 可终究不可会为一谈 他的弟后势必要被他小心翼宠上天的 他抱着他 却在不经意间画了两张云被 他说 我陪你睡觉 可是你要乖乖睡觉才好 凤九在一次笑出声 在他怀里道 我觉得 应该是你要乖乖睡觉才好 第二日醒来的时候 原本是一人一个云被 可不知昨晚什么情况 凤九醒来时却发现 自己竟然在东华帝君的云被之中 他仔细回忆着昨晚发生了什么 好像是 好像是春寒撂翘 半夜他觉得冷来着 自己就不自觉的往他怀里靠 迷糊糊之际 他听见一声叹息声 随后便感觉到一只手将自己抱入了怀中 凤九笑了 看着还未醒来的东华帝君 他稍稍抬起头 在帝君唇上落下一吻 九儿 帝君刚刚睡醒的声音有些软糯 凤九道 我吵醒你了 帝君将他再次圈紧在自己怀中 道 没有 是外面的礼乐太吵了 凤九仿佛是竖起耳朵 仔细听了一下 确实 九重天的礼乐又开始了 白浅一华太子的大婚 血炎一连九天 仿佛硬趁着喜事九重天似的 在这几日 白浅上神特意将凤九留在九重天上 说是陪伴自己 凤九的爹爹白衣上神 道也欣然同意 白子帝君更是对白浅上神这个决定拍手较好 今日凤九被安排着带着阿里小团子 没法子 凤九看着东华帝君道 我今天带小阿里晚 晚一点找你 东华帝君微微皱着眉道 喜无功没别人了吗 凤九知道东华有些不大高兴 便还上他的脖子道 我自小就被姑姑带大 如今我带小阿里是理所应当 东华帝君挑了挑眉 道 好吧 虽然自己没有孩子 但是凤九觉得 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琢磨出来了 这带孩子吗 无非就是让他们吃好喝好玩好就是了 所以 在厨艺上已经颇有些心得的凤九 为了很好的哄阿里 特意带了些果仁好让阿里吃 还计划着一起去看看九重天准备的戏码 反正小孩子也看不懂 他姑姑又不允许他带着阿里乱跑 这没法子 所有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九重天了 凤九姐姐 你昨日怎么没有回清零店 阿里一眼天真的看着凤九 两人一边走阿里一边发出诚挚的疑问 凤九看了一眼阿里 小小年纪 可那眼神却分明有种明知顾问的感觉 这样让凤九反而有种莫名的心虚感 不过 青秋的小狐狸虽然是自小放养 行为也很大胆 但是他们从不说谎 因此凤九虽然觉得有些心虚 可以只是说昨日自己喝多了 阿里仿佛要想到了这个答案似的 紧接着便来了一句 我知道凤九姐姐你昨日喝多了 事实上 不仅仅是我 整个九重天都知道你昨日喝多了 而且 听到整个九重天都知道他喝多了的时候 本来就已经内心很尴尬了 正要觉得羞愧 又听见阿里说了一个 而且 瞬间好奇 而且什么 阿里道 而且 大家都知道 东华帝君抱着你回了太陈宫 阿里说得云淡风轻 还主动拿过凤九手上热热果人的袋子 自己打开拿了一块甜滋滋的吃了起来 凤九的脸已然是红得不像话了 昨日帝君只是说他喝醉了 可却没说他是如何去的太陈宫 凤九倒是也没多问 他想着自己能在太陈宫出现 想必是成玉和姑姑都是知道的吧 可如此看来 这情形与自己想的不太一样啊 正尴尬着 小阿里突然喊道 凤九姐姐 那边着火了 凤九闻声望去 果然 南边的天通红一片 那是什么地方 凤九随口一问 一边抓着阿里 朝着那个方向跑去 那边是成天台 可为什么会着火啊 阿里很不明白的跟着跑去 成天台上 火红的赤燕兽 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的 更不知被什么东西惹怒了 他吐出的火焰 已经将成天台的半边天烧的通红 而在成天台表演的仙子们和四海八荒 前来参加此次婚宴的神仙们 也都被惊住 看这样子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突如其来 眼看着那赤燕兽不断的狂怒 吐出的火一次比一次浓烈 而此时周遭的神仙 竟然没有一个出手试图制衡那赤燕兽 阿里不解又有些焦急道 这些神仙们怎么都看着啊 就不能出手帮帮忙吗 阿里话音刚落 自己眼角的余光里 就看见一抹潜绿色转瞬即逝 仔细一看 阿里惊住了 连忙唤了一声 凤九姐姐 凤九这边倒是聪明 知道此时的赤燕兽 已经是处于暴怒边缘了 立刻喊了一声 阿里去找人帮忙 阿里不愧是叶华太子的儿子 听见凤九的话 很果断的掉头就去找帮手 而在阿里走了之后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